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假使有一个人,他称自己有淫欲的品号 如果有可爱的对象或行淫的机会出现在他面前 这种淫欲就是他完全不能克制的 如果在他遇到这种机会的那所防击的门前树起一座皎形台 以作在他宣洩了淫欲之后将他吊在上面之容 这样他是否不能抑制他的品号 人们无需费时猜测他将如何作答 但是,倘若问他说 如果他的君主已立刻将他处死相威胁 要他提出危证 以控告一位这个君主想以堂皇的口实 处死证人君子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是否认为有可能克服他贪心的念头 而不论这个念头是多么强烈呢? 说他他不敢肯定他会这样做 还是不会这样做 但是他必定毫不犹豫地承认 这对于他原是可能的 因此他判定他之所以能够做某事 乃是由于他意识到他应当做这事 并且在自身之中认识到自由 而如无道德法則 即自由原本是不会被他认识到的 这本书就是实浅理性批判 那刚才那一段就是实浅理性批判的其中一段 在第三十页 那为什么要说这个康德提出来的一个例子呢? 那其实今天介绍一下不如我们讲的题目 叫火车上的创伤内树 和假如有可爱的对象和行淫的机会 那大家可能很奇怪 有什么关系? 那什么是火车上呢? 那话说我都消失了一段时间 那其实基本上我就是去了内地 那有些事情去了内地 那去了内地 去了北方的 我不是去一些邻近地区 那在北方的时间 那我回来呢 那刚好我买不到有个睡的火车票 那我就进了一些硬座那里坐 二十九个小时的火车卡那里 那就要由北京下来香港二十九个小时 沿途就经了很多城市 那在里面呢 和我一起坐的没有香港人 那里面呢 就有很多大部分都是民工 就是下江工人 就是一些由农村去城市打工的工人 那基本上呢 是一个创伤内树 什么内树我不说 创伤的应该大家 怎样都有少少理解 但是什么创伤呢 就是说 我会发觉呢 原来我是完全不习惯的 为什么不习惯呢 就是因为我在里面呢 是极之感受到 好臭啦 好臭啦 满地垃圾啦 垂地到谈呢 是完全有的 还有你是看到你 对于你来说呢 你那个卫生环境是吓死你的 那基本上在二十九个小时 你要坐在那里呢 根本是很痛苦的 但是痛苦呢 其实不是 骯髒的 因为其实 我可以站在一个骯髒的环境 我其实没有什么洁癖的 其实最痛苦的呢 就是呢 我见到呢 里面呢 就是那真实界 那真实界是什么呢 那真实界就是说 原来呢 在我一直身处的社会里面呢 有某一个位置 我一直都不够敢碰的 那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 我们见到的 在资本主义后面 最真实的东西 就是原来我们每天 在吃东西 穿的东西 是由某些人来的 但是呢 我们是平时 掩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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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 原来很多 我们平时所做的 所谓什么慈善 所谓去救孩子 人人有书读 人人有功练 那些等等 都是掩着 掩着这些真实内闻的 因为很简单 我稍后再会说 为什么假如有可爱的对象 和恒人的机会 这个对应 因为很简单 如果真的要 扔你下去 那一个真实环境 那里 你和他们 有极大骚扰性 我告诉你 因为他们真的在你面前 吵痰的 他们真的在你面前 咬瓜子 然后把瓜子殼 然后把瓜子殼 扔到地上 然后是真的很臭的 的时间 如果放在那里 你会怎样呢 好了 但是再进而一个问题 有些人说 我够去做义工 我常常去山区 看到那些 骯髒骯髒的情况 那又怎样 问题不是这个 问题是你制造他们 你要问一个最重要的核心 如果我去做义工 他都没有真正涉及到你自身 我也是用一个 很堂而皇之的方法 我来救你 但是如果你要想一样 一样东西就是说 如果你有份制造他的悲惨的时间 然后你再去说我来救你 这个就是极之虚偽的情况 但是问题就是说 原来我在那里 那个真实创伤 我第一个是反感 我告诉你 我会觉得很痛苦 我会觉得痛苦 这个痛苦第一个是理智 他很骚扰性对我 第二个才进入到一样东西 最狠的就是发现一样东西 就是说 原来我们整个象征架构 是给他去支撑紧 就是说 没有他们 我们又怎样去掩埋那一个创伤 来维持我的精神健全 那这一个就是最狠 好了 又跟刚才我讲了 一个实践理性批判的例子 有什么相关 与大相关之处 实际上 理性批判的例子是非常之好的 因为 当有个人想咸濕的时间 然后摆在搞形台前面 就说 咦 你咸濕完之后 可能会吊死你的 你咸濕完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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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两个可能情况 第一个可能情况 我先讲 第一个可能情况 就是说 原来 基本上 如果要你碰上你想要的东西 是有代价的话 你还去不去 即是说 如果你说要改变那个 或者下方工人的生活 或者整个系统 整个制度 如果要你承受某一些价格的话 你会不会 而那个价格是涉及你自身 说明价格 当然是你承受的痛 的话 你够不够僵 这个够不够僵呢 就真的 就跟我在车上遇到的那些 就非常相似 然后 有些另外 这个是第一个逻辑 第二个逻辑 就是说 第二个逻辑就是说 第二个逻辑就是说 有一个很性倒错的逻辑就是 去到就是说 我偏偏就是要你 这样吓我 我才能够拿到一个性欢愚 即是说 你不吓我会死 我反而没那么吓 你吓我会死 我会吓 那其实呢 我会很肯定一件事 就是说 有些人很疯的 有些人就是说 我偏要 去那些山区做义工 我偏要做 无国界 无国界兽医 这样的情况 就是说 我偏要好像很危险 我已经生入苦悦了 我做好事 就是我生入苦悦 我才看到我自己 即是等于说 哇 你会不会吓死我的话 我 你会吓死我 我才去搞 搞个可爱的对象 大哥 你不是这样 我都不够高兴 是不是 这样 原来还有一个逻辑 在我们这个情况 所以这两样东西 就是说 第一个 就是把明有条件 跟你说 就是conditional 即是说 喂 如果你要说 要堆垃我的话 我就摆到明 不会搞好 我想搞的 那这个呢 基本上大部分人都是这样 就是很简单 就是说 我捐钱 行 那几十元我没所谓 几百元就没所谓 我大把钱 是不是 我一个月找二三万元 中产四五万元 那我捐回几千元 就没关系 正正就是第一个逻辑 但是跟你说 如果真正的转换 是要涉及到你自身的整个 整个 你内在的 你所拥有的东西 那就真的触碰到你的创伤内困 这一个就是第一个逻辑 刚才说的 就是你摆到明不敢 你见到那个女孩 你都不敢去 你便自己回家 关上房子搞定 但是第二个逻辑就是 很重要的就是 有些人就是颠到 要摆到明不敢 是危险 去山区 拿一些关怀回来 其实他们是否里面 有些性赌错的逻辑 这个其实大家都可以看到 基本上我今天要讲的 就是这个逻辑 希望大家真的 了解一下大家的创伤内困 这个是一个很普遍的 很普遍的东西 什么是普遍呢 它是重复的 创伤内困 创伤内困 是非常之普遍性 它是普遍性 没有非常之 普遍性就是普遍性 它是普遍性的 有一个内容 它里面就是说 我失去了什么 失去了什么 我失去了 或者某些骯髒的东西 或者一些 大家看到很不安的东西 不是那些东西 大家想清楚 那些令你不安的东西 是藏在你里面 因为你怕什么 你怕所有东西 都不会为你作保 不会为你作担保 就是你会发觉原来 这个世界真正是不作担保 所以有些人在受大量的苦 而那个有机会是你自己 你不敢去望 你就做鱼鸟 你就做鱼鸟政策 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么多 希望大家有机会去搭下 29个小时的 这个创伤列车 好了 拜拜